好我們再做一題就是電流給我磁場 首先第一個A的電流是XX什麼意思 入紙面 B的電流一點什麼意思 出紙面 OK嗎 然後來你看喔 A有一個電流 它就會在B這裡產生一個磁場 所以B電流會在A磁場中會受力 同樣的B這個電流會在A這裡會有磁場 所以A電流會在B磁場中也會有一個磁場 它就問你這個磁場什麼樣的結果 這什麼結果 這正常的結果就是相吸或者是什麼 相似嘛 那會是相吸還是相似 它如果A磁場是向左 那表示名字 相似嘛 A所以如果向右 那什麼意思 相吸嘛 那它應該是相吸還是相似呢 相似 你覺得它是相似 很好 你覺得它是相似 來 來我們要解釋清楚 現在呢有個A電流朝裡面 安培右手轉一圈 它在B這裡有一個磁場向下 叫做A電流的磁場叫做A磁場 所以B電流在A磁場中要受力 右手開掌定則B電流流出來磁場向下 比比手心向哪裡 右邊 右邊 表示B電流受力向右 OK嗎 對 B電流受力向右 好 另外 另外 B電流 B電流也會在A這個磁場對不對 所以也一樣 安培右手定則B電流流出來 轉一圈轉到A磁場向下 好 B電流的磁場叫做B磁場 所以A電流在B磁場中 對吧 A電流在B磁場中 那受力在哪裡 又是右手開掌定則 電流是要流進去 然後磁場要向下 右手開掌定則一比 比這樣 好 手心向哪邊 向左邊 所以 A這個電流受到B磁場之後 會受力向左 受力會向左 好 那 A受力向左 B受力向右 這樣表示兩個是相似還是相似 相似 彼此會互相遠離 彼此會讓你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C 答案就選了叫做C 可以嗎 OK嗎 OK 有人會把他當作結果背下來 叫做同向電流相吸 反向電流相似 把他背下來解決某些問題的時候就很快 直接看他同向電流反向電流 知道他相似還是相似就直接知道答案了 所以有人會把他當作 結果把他當作公式背下來 把他公式背下來 OK 好 我們再做一下 現在搞一個同向電流都流出來 都流出來 在B電流會有個磁場 向上 然後呢 B電流在A磁場 B電流流出來磁場向上 右手開掌一臂一筆 走進向哪邊 左邊 左邊 好 這樣換來 B電流會在A的磁場 一樣 安培右手 安培右手 好 B電流在A的磁場 向哪裡 也是向下 所以A電流在B磁場 右手開掌 硬折 電流流出來 磁場向下 手進向哪邊 右邊 A電流向右 這樣表示兩個相隙還是相似 相西 所以剛剛講過了 同向電流會 相西 反向電流會 相似 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做某些題目會比較快 但是我希望你懂得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來的 不要光會死背 中間的過程要能夠明白 OK 好 來 這一題跟前面有什麼不一樣 他給什麼 給電子 所以你要記得怎麼辦 電流方向相反 所以答案應該是誰 豬 豬 豬 來 電子射入表示電流流出 大拇指要流出出紙面 十場N到S 右邊到左邊 所以這樣子一比 手心向哪裡 手心向下 所以答案選誰 答案選的叫做A OK嗎 OK嗎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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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